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君子温润如玉 用来形容这位民国大师最好不过的 胡适在留学前 他的母亲为其定了一门婚事 妻子就是江东秀 江东秀虽学时有些 容貌平庸 可偏偏胡适一辈子都没能离开江东秀 处为胡适和妻子江东秀的合影 事实上 胡适才子封领 一生也是沾花惹草无数 他曾与自己的表妹曹成因发生婚外情 并导致他怀孕后 向妻子提出要离婚 江东秀强悍的行为令胡适怕了 两人最终白头偕老 生儿育女 当时胡适和一大批文学名人鲁迅 林徽因 徐志摩 杜小曼 梁思成等人都有骄傲 胡适年长林徽因十多岁 无论辈分上还是名气上 林徽因都是无法企及的 所以林徽因在胡适面前都十分的牵合和恭敬 徒佑斯是胡适 中间女子是林徽因 1947年4月27日 北平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 四校领导的合眼 照片中的人物自所起 分别为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扎梁昭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 清华大学校长梅宜席 南海大学秘书长黄子坚 1952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 受到台湾文化界人士的热情欢迎 新月之情异于言表 难得一见 季县黎先生曾这样评价胡适 胡适是一个书生 说不好听一点 就是一个书呆子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传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